像我們腎臟科 其實我們腎臟科 我們洗腎的病人 其實洗酒的很多都是慢慢的凋敏 所以其實我們看盡了生老病死 因為其實像我們洗腎的病人 就是一個禮拜來醫院洗三次 早就跟我們都是好朋友 一個禮拜就看他三趟 你去看他看個十年了 有一天他突然不見了 有時候你真的還是會思念他 會想說他 他平常跟你這幾年來 互動的一言一行 我就分享一個 就是一個 八十幾歲一個退休的老師 他已經洗腎洗十年 他是洗腹膜透析的 但是他老公死得很早 他已經自己也不居了二十幾年了 他就 後來他請了一個外傭來照顧他 但是他生了三個子女 都在美國工作 那老媽他其實平常 他會在家自己 會自己做菜 然後也會帶著那個外傭 到處去遊山玩水 因為他自己 他是客家人 跟我一樣都客家人 所以其實 我們每次在診間的時候 都講客家話 然後他有時候自己做好的菜 我門診要一上診的時候 那個菜就直接先送到我診間了 說他幫我做好的早餐 有時候我下午的門診看晚一點 然後又會派他外傭 又再送晚餐過來 然後後來就是 我記得就是在去年的 那個除夕夜 最後一次的門診 他那時候來看我的時候 他又自己在做了點心 跟他外傭一起來拿給我 拿給我之後 他就跟我說 明天的一年他又要好好的過夜 計畫要去哪裡玩 結果後來在大年初一 那除夕夜剛看完 大年初一的時候 我就接到指班醫師打電話給我 就跟他說 就跟我說 他心機很在 已經被送到家戶便當了 他說要見我一面 因為我那時候我也不在台北 那時候我剛好我又回南部 後來我當年初三 我上工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加護病房找他 我找他 我就跟心山科醫師討論完之後 也認為說 這個做心導管才是 馬上現在有辦法 把他救回來的機會 但是他不願意 他為什麼願意 第一個他是說 我活到八十幾歲 我覺得我活到這個歲數夠了 我覺得做這個手術很痛苦 當然我就跟他說 做心導管手術 其實明明想像那麼痛苦 但是其實他照顧的是 他的子女都還在美國 都還沒有回來 所以沒有希望 他覺得他沒有希望 對 所以其實 其實我是覺得他只是 他等他的子女回來而已 後來就是我們醫院的 也都幫忙在聯絡他的子女 後來就是再過了兩天 他還是不願意做心導管 後來他其中一個女兒 已經先回台灣了 他女兒回台灣之後 他女兒也進去就跟他聊一聊 他女兒就跟我說 他媽媽不想做心導管 所以他也不願意做心導管 後來結果他兩個兒子 也從美國回來了 我都把腳鼠找過來一起開會 我就說這個 這並不是絕症 也不是癌症默契 如果你還願意做心導管 做心導管把它打動 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子女都很默然 他們就很默然就說 媽媽就不想做 那你硬要她做幹嘛 做了醫生 你是要照顧她嗎 做完 恢復好了 三個小孩又廢回美國了 對 更難 他等於是又沒希望 也許他覺得就是這樣子 他子女才會陪在他身邊 對 後來在家戶病房裡面 就看著他一天一天的生命 一點一滴的小時 血壓就開始慢慢的掉下來了 然後肺部開始積水了 心跳開始減慢了 後來老人家突然就跟我說 他願意做了 決定要做 在做的那一天的早上 他突然心跳就變得很慢了 然後人就昏迷了 在那個情況之下 其實再去做心導管 大概意義也不大了 因為他已經就 瀕臨休克的狀態了 後來家屬就進來的時候 家屬就說我們就拒絕做了 老人家也沒有辦法表達了 後來當天就是老人家 這樣子就走了 哭得最兇的 是他的外傭 那個這幾天還天 都照顧他 對 那外傭真的是 哭得非常的慘 對啊 所以老人家就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 真的子女 多給他一點溫情知識的話 老人家應該還是 有機會活下來 十秒自救 心肌梗塞大力咳嗽 能自救 這當然是不對的 那我們那時候看到這個 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 一個論調 後來我們大概查一下 原來之前有醫學報導就是說 某些良性的心率不整 比如說振發性的心勃過疏 利用咳嗽或者是壁氣 也許可以暫時讓它改善 因為心肌梗塞 它本身的兩大併發症 一個就是所謂的休克 血壓降低 一個就是所謂的心率不整 所以可能有人把它鬥在一起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 心肌梗塞它是血管的堵塞 那麼 而且這個是有緊急的生命危險 所以如果有心肌梗塞的情況 一定是要盡快的救醫 那麼如果你覺得 自己的狀況很不對勁的話 在自己還有意識的時候 應該要趕快的求救 這才是最好的 就算今天是一個 我們專業的心臟科醫生 我們在我們面前 看到一個患者倒下去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要先求救 然後再來去救他 這樣才能把握黃金的時間 在早期我們真的碰過 還不算少數 就是我們知道 家屬突然在這個 臉歪嘴斜 一邊講話講不清楚 自己癱瘩無力 大家都知道 這可能是中風 大家也都知道說 中醫卻有放血 在理論上 你不是說完全沒有道理 就是你中風很多型 一個是腦出血的 一個是腦水管栓塞 水管栓塞 就是因為血液粘稠度太高 它血管不通 所以你把它血液稀釋 比如說你真的 如果你給他放一些血 你把它補一些生理時間水 把它血液稀釋之後 它的流通性會比較好 理論上是講得通 可是實際上 你要這個達到效果 是很困難的 對 更何況你在家裡 你不知道你的中風是出血型的 還是酸塞型的 你如果是出血型的 你其實要砸 砸手指 我們叫十大褲型 就砸手 砸很痛 一般人講 當然不是這樣就救得來 是說等醫師 還沒送到醫院之前 這個方法是個對的 那我可以告訴你說 如果你這病患還是有意識狀態下 它又是出血型的 因為出血型 第一個你要把血液 要降得比較高 要多一些 你給它做一個很疼痛的刺激的話 它血管收出血液再高 它出血量會更大 所以我們以前 真的碰過家屬帶來的時候 確實腦中風 還好是酸塞型 可是來的時候發現 它的十個手指 都是血液 很多的整個 冠水有用嗎 密克冠 那是椰石 沒那麼冠水 還是要打點滴吧 基本上我們在門診有聽到很多的這種 各式各樣的治救的方法 很多病人甚至還來教我說 醫生我最近聽到一招 比如說 可以治療心臟病 那 背去撞牆 也可以治療心臟病 基本上 你都很熱情的要跟我們分享 我以前洗三溫暖 很多人在那邊 派我一學 有沒有重痠一下 那有沒有用呢 對 人家是腰痠 這邊痠痛 可能是稍微疏解一下 對不對 對 但是這些都沒有學理上的根據 那我們也是 也是還是跟大家分享正確的觀念 而且我們醫生都會先想到 你這個有沒有什麼可能的副作用 所以我覺得如果 大家在網路上學到什麼新招 或者是在這個社群環境上學到什麼新招 先跟醫生討論一下是比較安全的 有一天就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生 他本來就有心血管疾病 然後他本來就有三高 那所以他那一次就是又是胸痛 然後那個胸痛就是 他覺得就跟上肢心肌梗色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趕快寒舌下來寒定 結果這個時候他們家屬就跟佩儀姐一樣 就慌了 然後就開始想 網路上有說 要大力的咳嗽 還有要幫他拍那個手肘 結果家屬就用力拍拍拍 他們有叫119沒錯 但是他們用力拍拍拍 結果後來病人來到急診 做心電圖真的是急應心肺梗色 結果我們要打血管的時候 他的手沒有位子給我們打 兩邊都被家屬拍得都很腫了 而且在那個情形之下 還有那種小小的點狀出血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找… 終於找到血管了 然後趕快幫他送去做導管 結果我們在做心肺梗色在處理的時候 會打抗凝血劑 那抗凝血劑會讓你很多地方都會出血 對不對 然後主要是因為要讓血塊溶解 對不對 結果他的兩個手背 因為被打 然後裡面其實有在出血 結果打了抗凝血劑 他兩邊血流更多 對更腫 而且腫到他的那個手指的循環都不好 所以後來比較穩定了之後 我們還沒有辦法自己吸收 還要找外科來把它化開 讓那個裡面的血塊把它清出來 那就是 因為這就是網路上亂聽的 像還有一次有一個伯伯 他70幾歲 然後來的主述是說 但是我看到他之後已經醒過來了 但他這裡腫得一大片 很腫 我想說他應該是昏倒之後頭撞到 所以我就趕快給他做個電腦斷層 沒事 然後做心臟的檢查也全部都沒事 所以可能他的昏倒 應該還是老人家最常見的 就是跟治癒神經有關係 他站起來的時候太快了 血壓突然降低 然後頭暈跌倒這樣 就這時候他家屬就來了 然後就開始跟我解釋 然後就說 他說他們都沒有看到他怎麼昏倒的 他就看到他躺在地上 結果他就覺得 醫生你們的CPR都不對 我那時候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醒過來了 就是比CPR更重要更有效的 就是壓他的人中 對 對 他就擠擠擠 所以原來這個病人 根本沒有撞到頭 最後腫起來 他那腫起來就被他擠出來了 我說那你在壓他人中的時候 他有沒有發出聲音 有 他有沒有呼吸 他說有 所以這個人沒有死 沒有死你幹嘛要CPR 所以這完全就是 情急之下再加上網路的亂傳來的 結果後來我就跟病人說 你不需要開什麼藥 但是拜託你回家 進出冷氣房的時候 在門口真的要稍微待一下再進去 那根據統計 大家都覺得說 冬天很容易心肌梗塞 事實上 夏天天氣熱 我們血液 容易這個很濃稠 然後其實很濃稠的時候 水分補充不夠 容易產生一個 就是什麼 血栓 我最近一個禮拜 大概就接了五個心肌梗塞案例 比較年輕的一個 就是45歲的一個男性 也是跟洪醫師分享的 案子滿像的 他也是一個業務 他其實他本身就是 在跑外面的業務 然後就是到客戶家拜訪 那天的情形是 他已經到了第三個業務 家裡面拜訪 這個客戶就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 臉色不太對勁 這個業務就看起來 臉色不太對勁 胸悶 他就說他胸悶不舒服 剛好他這個客戶的位置 在醫院附近這樣 他就說 那你趕快先來看一下 就趕快把他插過來 到極臉色的時候 他已經冷快休克 臉色蒼白 那我們幫他做心電圖 一看 急性的心肌梗塞 前臂的心肌梗塞 那就跟他說 你這個心肌梗塞 趕快要做心導管 幫他做心導管 做進去看起來就是 左前這樣子百分之一百的阻塞 那其實他另外兩條血管 左迴旋跟右觀眾弄漫 其實品質也不好 也都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狹窄這樣子 當然我們在很快的時間內 幫他通了血管 放了支架 那命男就回來 後來我們在追溯他的病史 他每天就是抽菸 這叫他膽固醇很高 就是這個低密度的子蛋白 就是俗稱壞的膽固醇 高達一百六 一百六幾 那這些都是心血管的 那他自己都 其實他沒有做身體健管檢查 其實都不太曉得這些問題 那在遇到這種環境因素 在冷熱交替的這種狀況之下 那就誘發了他這一次的心肌梗塞 心電圖正常不代表心臟沒事 那我們家醫科 其實最常做的就是體檢 很多人拿體檢報告來給我看 那通常心電圖沒事 而我們會比較多解釋的 會有兩種人 一種是 他真的沒事 可是他就說 我要再檢查 我覺得我有問題 我就常去這邊悶 我在一個診所看診 他在診所做完 那我在榮總也在看診 他跑到榮總來 他說你們榮總做的 可能比較準吧 就是要求再檢查一次 我說先生 你其實整個生活型態都很好 抽血都很正常 你的所有的風險指標都不高 心電圖沒事 就應該是沒事 你那個悶 有可能只是心臟肌肉 就是胸口肌肉的問題 你的運動也許做得太多了 這種是過度緊張的人 那有一種是這樣 來的時候 你明明看他就是一百多公斤 血糖很高 膨脂肪很高 最近明明他去 大概去年他做過一次這個支架 做完之後就好了 然後心電圖檢查起來也正常 我就說你從去年到現在 體重又增加了五公斤 血糖都沒有控制 他說我心電圖會正常 我說心電圖正常 只是代表你這十秒鐘是正常的 你說現在還有沒有胸悶 我做過支架之後也沒胸悶 我病治好了 可是我說你如果你這樣子 就以為你好了 你那個支架做完 還會再阻塞 你還可能還需要再做支架 所以心電圖正常 不代表你就完全正常 如果你其他的風險指標都不改善 所以我們其實碰到這兩種病人 都要花很多時間來解釋 在我們心臟科 其實心肌梗塞 心血管阻塞 這是一大部分 另外還有一部分是所謂的 心率不整 也有可能心電圖看起來是正常的 有一些心肌梗塞患者 他其實是長期因為三高的問題 那長期下來 其實他血管品質都已經很不好 一般這種心電圖正常 而產生心肌梗塞的病人 他大部分都是心血管 三條都已經阻塞了 可是你說阻塞那麼嚴重 為什麼心電圖會正常呢 這時候他是產生所謂的 側肢循環 就是說他有一些微細的小血管 增生來幫助他 導致你的心電圖 各位要知道心電圖 其實是代表心臟的電器 所發出來的一個波形 那他有一些小血管供應的時候 當你這個人 他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動 他可能坐在那邊 躺在那邊 那心電圖看起來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不是 你三條都堵塞 也不用檢查 他一定是你受不了的 他堵塞不是100%堵塞 他可能百分之80 90% 可是他有些小血管 他有一些會幫忙 神不會不舒服嗎 所以我們診斷心肌梗塞 其實有極的大要素 第一個是症狀 你一定有胸悶 那假設你今天心電圖是正常 可是你 我們就像剛剛聖醫師講 我們評估它是高風險群 這時候就要靠另外一個 叫做抽選 心肌酵素 就是心肌梗塞指標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依據 醫師就必須依據這個心肌酵素梅 來做一個判定 我行醫這麼多年 最讓我們會錯 其實我不怕癌症 癌症都告訴你說 我診斷出來還有多少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這樣治療 我們最怕的兩個一個就是 心臟直性的問題跟腦血管 就有可能突然 你搶救都來不及 心電圖可不可靠 我就舉一個案例 其實心電圖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躺在那邊休息 量個10秒鐘 只能代表你那10秒鐘是OK的 我不知道你下一個 下一秒鐘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很多心率不整 他們會背一個24小時的心電圖去 你搞不好只有晚上 會跑幾次心率不整跑出來 另外假設我就乾脆把你誘發 讓你運動 運動心電圖 或打一個藥劑 打到你讓你心跳突然跳很快 跳很快 那叫做核子醫學心臟攝影 用一個比較有壓力 那可以把那個誘發出來 誘發出來你就知道 到底你心臟是不是部分狹窄的 所以心電圖是一個 入門班 然後他 心電圖那10秒沒問題 不代表你的心臟沒問題 大家有這個概念 我那時候我在 第一年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我到金門花崗石醫院去接受 去支援 那一年去支援的10個專科醫師裡面 剛好沒有 有腎臟專科 有眼科 麻醉科什麼科 沒有心臟專科 所以那時候我們內科醫師都要 我們所有的大家都要輪流 直那個急診 那一天我在急診的時候 住院醫師就打電話來說 洪主任 洪主任 不好意思 那個有一個很危急的case 他說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 我想 是 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那個醫院 沒辦法做新導管 我們在金門 在金門 然後那個 我就去那裡看 那個 住院醫師把所有數據一看 我看就沒錯 他的心電圖就是那種 急性心肌梗塞的心電圖的變化 心肌酵素都出來了 病人就在那邊悶 冒汗 那我在想怎麼辦 那我就跟他太太講 要搶時間 我們在急性心肌 可能只會叫 時間就是肌肉 什麼叫時間就是肌肉 你延後時間 你的心肌就壞死更多 壞死更多 你救回來有時候都要換心臟 都沒有用 我那時候就跟他太太解釋 我可能要幫你做一個 叫 血栓溶解的治療 我都還沒做新導管 但是血栓溶解治療 風險很大 其實心臟科醫師他們每年 常常做很多醫療教育 比如說 血栓溶解是什麼 我打一個溶解劑 去把你所有的血 快點溶解掉 可是有沒有想過 你以前如果這一年內 有開刀 可能把那個 傷口又繼續流血 你如果 所以是有可能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簽同意書 跟太太解釋 那太太說 這麼危險 他知道我不是心臟科醫師 你知道嗎 對 他說 同意 你確定診斷沒錯 他為什麼他質疑我 他說 他說他先生是校長 每一年都有做心電圖的檢查 每一年都正常 那為什麼會急性心肌梗塞 那我說當然是有可能 我就跟他解釋 那我後來還是跟他講 還是打了那個血栓溶解劑 那我就安排那個直升機 請一個住院醫師跟一個護理人力 那個就直接運送回那個台北 那到台北完之後 診斷後來導管做是 他後來還是要做那個繞道手術 不是簡單的 那個就可以處理完了 那兩個月之後 我就看到他了 他又從金門之間安全出院 然後回來 謝謝我 他非常謝謝我 就要請我去他們村莊 要辦的 請我們吃飯 他說那邊的那個醫學中心 是說還好 我們這邊金門那邊處理得當 所以他的心臟 都沒有任何的那個受損 其實他還是可以當他的校長 所以他是非常謝謝 這是我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心電圖每一年都正常 那不代表你不會下一年度 不會心肌梗塞 大家要這樣幹 還是誰 不是醫師照顧你的身體 你每天要聽你自己身體的聲音 你早上起床 腰就莫名其妙痛起來了 這邊就痛起來了 要觀察一下 不能拿那個體檢報告 就是一個保證書 沒有這件事 那我們心臟是所有器官裡面 最少得癌症的一個器官 這最好的一個器官 上帝是公平的 但是我們就是會遇到一個 大家都知道心肌梗塞 就是血管會突然 可是以前我們都說 心臟不會得到癌症 也會 很少 很少 可是以前我們都覺得百分百分 不可能 心臟的原發性癌症很少 就是說心臟 從心臟長出來的癌症很少 心臟沒有什麼癌症 比較沒有什麼癌症指標 追蹤心臟的這個部分 但是心臟 大家都聽過 有一個 對 心肌酵素 那我今天當然 病人的症狀還是最重要的 病人的症狀典 然後我們有一些 心電圖佐證 那這樣子的話 再檢查 有時候有些病人 在急性的心肌梗塞來的時候 他心肌梗塞 消失是不會 是正常的 那不代表他沒有心肌梗塞 那我今天就要分享一個 他是45歲男性 他其實身體很健壯 他就是 就是 騎腳踏車 然後運動 騎腳踏車不是很盛行嗎 然後他就覺得 他自己也沒有什麼 然後他一樣每年 健康 就是那個體檢 膽固醇 散散鋼 都在正常範圍之內 他唯一的最大缺點 就是抽菸 可是他覺得說他運動 他是運動健將 他每天騎腳踏車 然後運動 然後覺得說 那個不算什麼 他覺得體力非常好 有一次就是 他就騎腳踏車 他就是騎山路 然後騎一騎 突然覺得 還好他很有緊急 因為他們一般騎車 都是會有一個團隊 就是會有三五好友一起騎 騎一騎 就騎到幾乘車來 就趕快進幾乘車說 這個朋友剛才突然胸悶 那一進來 當然見識醫師 我想大概像吳醫師 都很有經驗 一座心電圖 急性的心肌梗塞 前逼的 然後跟他講心肌梗塞 他還不相信 他說我身體這麼好 沒有騎腳踏車的 怎麼可能心肌梗塞 那當然 當下我們還會 服務其他的檢查 包括像抽血各方面 那當然就像我剛剛講的 抽血數字是正常 像這類病人 我們不會等到抽血數字出來 因為我們症狀典型 然後心電圖判定 就是心肌梗塞 馬上就進去做 那坐進去果然 這個左前這樣子 就是左邊最重要的這個血管 完全百分之百吐塞 那跟心電圖是吻合的 那我們就趕快幫他通了血管 那當然就處理好了 那後來就是看這個病人 因為他四幾歲 當然他平常就是抽菸 他這個體檢報告都很正常 膽固醇在200以下 那LDL大概在100出頭 就低密度膽固醇 那就跟他說一點 就是說其實抽菸 就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因子 還有男生 男人比較命苦 40歲以上 就是一個獨立的危險因子 就心血管的一個獨立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 就具備兩個危險因子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 低密度膽固醇 他雖然平常我們的見點 一般正常的人 在130以內是可接受的 那他是100出頭 所以你在一般的體檢報告 他會跟你打正常 可是像這類的心血管 如果出現問題的病人 標準是更嚴格的 像這類的 都要做到70以下 就是說自我的標準 所以還有研究他更低 就是壞了這個膽固醇 他控制更嚴格 所以其實像我們一般健檢 一般人的標準 可能我們是正常 可是有些心血管 高危險群的這個患者的話 他可能標準還要更低 把自己抓緊一點 也沒有什麼壞處 提醒自己 對 把自己抓緊一點 警惕自己也沒什麼不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 那時候是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就是上課 上到一半 不是大概做課桌以上嗎 然後上一上... 我是突然心臟很痛很痛 我整個人是縮著 然後直接從課桌以上 直接摔到地板上 我完全不能動 是這麼痛 然後那個時候 學校把我送到急診之後 他們就說要照心電圖 要做什麼初步的檢查 可是很奇怪 我躺到病床上 照完心電圖 他說 你在痛什麼 他就說 你是不想上課吧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有沒有必要拿 我自己心臟的開玩笑 可是真的抽血 跟心電圖什麼 都沒事 一直到二十幾歲 就開始做健康檢查 有一年 就是做到心臟這一科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說 來...然後就聽診 他聽好久 然後我就想說 你到底在幹嘛 因為他就拿一個聽診器 到我這邊這樣一直晃... 他說你的心跳很怪 他就說你休息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再聽一次 然後在五分鐘之後回來聽 他說 他說你是不是很少做健康檢查 太緊張 所以心跳那個心率才不整 然後讓你休息一下就沒事 然後那時候健康檢查報告表出來 都完全沒事 一直到前一陣子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在那個中醫 就是在調身體拔脈 還有那天也是拔很久 就一直握著我的手 一直在那邊這樣 他說拔我 拔... 因為他...我已經看很久 看一兩年了 然後醫生就說 我一直懷疑你的心臟有問題 他就突然講 我都沒有講我心臟以前有什麼事 他說你這個 有沒有曾經發生過類似什麼疾病 我就講了前面的故事給他聽 他說你這個如果是 像我現在很嚴重懷疑你 應該是二肩半膜脫路 就是脫鎚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時候再做一些 就是什麼心電圖抽起來 他說那是不夠的 他說你要做更精密的檢查 才可以知道你心臟周圍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檢查 可是你... 可是你有上健身課啊 你的心肺課都... 對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照理由二肩半膜 是很喘耶 醫生跟我講完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平常在沒事的時候 我可能運動 或者是我在跟一個人講話 我很常會用 就是很大的一身呼吸 就是我才會吸得到空氣 一般就是做 心臟超硬波的檢查 才可以檢查二間半脫鎚 對... 那你剛剛講的心率不整 其實也是滿常發生 就是說 其實他心率不整 沒有發作的時候 有些人他心臟多一條電路 可是其實他沒有發作的時候 完全是正常的 可是他發作的時候 心跳一下子從七十跳 一下子一百五 兩百 所以呢 如果他在做 我們常常聽到那種爬馬拉松 有時候突然發生 或許是有可能是這類的患者 他很年輕 他體力都很好 心臟有四個半膜 一個叫二間半 一個叫三間半 一個叫主動脈半 一個叫肺動脈半 那我們常聽到的 所謂的二間半脫鎚 它其實是借在... 不是 你這樣不要看著我講 我的腦子好大 沒有 那根拔牙有 其實這很多人都有 它其實是心房跟 左心房跟左心室之間的一個閘門 正常來講 我們心臟收縮的時候 這個閘門要關起來 血液才會順著大動脈打到全身 那有時候有些人 他先天這個閘門 關不起他 長得比較長一點點 他關的時候會有一點 凹向心房 所以他有叫必鎖不全 對 關不緊 那這時候心房的壓力會有點上升 有時候會胸悶 是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這個逆流的情形 通常不會太嚴重 但是如果說真的很嚴重的話 通常還會合併一些喘 不舒服 拔牙素一直說 因為他這半膜有一些 可能比較脫垂比較長 有些要做牙齒的治療的時候 他可能需要一些抗生素的預防 管回年輕的心別 讓心臟老化 那很多人來門診就是一句話 醫生我最近很喘 當然我們簡單的分析一下 你是咻咻咻 還是 可以分辨的是肺部還是心臟 那我們一個患者 他大概是50歲男性 被太太拖著來 因為從來不願意看醫生 那來的時候血壓非常高 血壓大概200的100 體重也非常重 破100公斤 然後他就講他非常喘 他做的是勞力的工作 可是他非常的喘 那我們就看他確實是非常喘 而且血壓非常高 心跳非常快 我們馬上幫他做一個 心臟超音波檢查 發現心臟都不太跳動了 不太跳動 整個擴大不太跳動 然後腳也很水腫 OK 標準的心臟衰竭 我們馬上把所有的藥給他開 把血壓要開上去 血壓為什麼要吃藥 沒有人死於高血壓 為什麼血壓 因為血壓高的時候 你的心臟不容易打血出來 所以血壓高是死於心臟病 所以當你把血壓降低的時候 你的心臟就比較容易輸出 他就會比較容易輸出 好 所以我們把血壓給他降低 讓他容易輸出 給他一些利尿劑 讓他的水分可以排出來 讓他一些血管擴張的藥物 讓他心臟更容易排出 病人覺得明顯的改善 那下次再做心臟超音波的時候 整個心臟收縮功能 變得非常的好 所以血壓千萬不要忽視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一吃藥就要吃一輩子 所以他們很排斥吃藥 但是實際上 你不吃血壓藥 甚至你拒絕量血壓 它將來傷害在我們的心臟 將來就是很難挽救 大家不要想說 年紀輕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心臟絕對沒有問題 我就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35歲的一個上班族 那他有一次禮拜一早上來門診 修診的時候跟我說 他的狀況是這樣 他在前幾天禮拜六的時候 跟太太在整理家庭的時候 突然發現自己好像暈了一下 所以他覺得不太對勁 那時候當下他們有量血壓 量的時候只有70多 40多 我聽到那真的很低 很危險 可是他們有在馬上 休息的時候再確認一次 血壓有到100多 也有量了血糖 為什麼他會量血糖 因為其實他才35歲 他已經有3例的糖尿病 他是那種非常非常非常 不好好吃藥那種 其實他在門診當天的時候 其實人沒有不舒服 我是感覺說他好像 人比較累 精神不集中 我就擔心他說 他是心臟的狀況 因為他會突然這樣暈了一下 而且他糖尿病控制得不好 那當天來門診血壓正常 我跟他說 我們做一些比較快速 可以得到結果檢查 我們做個心電圖抽一些血 那你在外面等一下報告 那就去做檢查之後 大概才過一、二十歲 我們檢驗科 就打電話來通知危險症 我就很緊張 我聽到我就嚇一跳 我說糟糕 這個這樣不對勁 我趕快點那個先生的心電圖一看 他就表現出 那我趕快請我們護理師說 你趕快去門口找人 護理師說打開門叫 結果那先生不見了 我們就更擔心說 叫你在門口等報告 你怎麼跑掉了呢 就開始全院廣播 沒有回來 我們擔心說會不會在醫院 哪個地方就真的倒下去 我們沒有發現 我還打去急診室說 有沒有哪一個患者 他說沒有這個人 我覺得我的手機 打他留下的手機電話號碼 他太太接電話 我說你先生現在在你身邊嗎 他說 然後現在在客廳休息 我說他有回到家 我說安心一下 他回到家就沒事 他太太就說那裡 你請你幫我去叫他 我跟他講事情 結果他太太去叫他先生的時候 他太太就說 醫生…我先生怪怪的 他醒不過來 他一直說不舒服在聲音 他不太喘不過來 不動在床上 問你們家很遠嗎 他們家最近住得很近 他想說他回家等報告 他就回家休息一下再來 所以騎摩車就回家了 說你們就趕快叫救護車 我聯絡一下我們醫院急診室 你們趕快過來 然後他就真的 就趕快叫救護車 我就跟我們醫院急診交班 就趕快進心肚管室 他就是我們前下肢 左罐狀動脈前下肢梗塞 心肌酵素14點多 就趕快把心肚管做完治療之後 才慢慢的心肌酵素 14降到7降到6慢慢降下來 住院之後才出院 好恐怖喔 這一條命真的是黃醫師救回來 真的 還好你有他留守 女性荷爾蒙會保護血管 你知道他怎麼保護嗎 一個女性荷爾蒙會 第二個女性荷爾蒙會 第三個女性荷爾蒙會 所以怎麼看都是會 保護你的心血管 男生的話你可能發作 就是人家跟你講說 什麼胸口一個大石頭壓著 那個地方 如果這樣感覺 你還不知道你心肌梗塞 那就是自己 自己早吃做對不對 那如果 可是女生很少會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一些什麼 牙痛 肩膀痛 甚至手臂痠痛 可是那個時候 就已經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他都不去理他 就隔了幾個時候 或是隔了幾天 一個事情發生 他可能就突然就倒地了 那為什麼會 女生會這樣子 其實跟我們那個男生跟女生 那個脂肪堆積有關係 你看男生肥胖都在哪裡 都中廣型比較多 女生大概是四肢全身的 所以你看 你那個冠狀動脈 如果是女生脂肪在堆積的時候 他是整條慢慢慢慢 在阻塞 所以他 可是男生不是 男生因為中廣型 他脂肪是堆積在某個地方 他一旦阻塞就很明顯 就整個很short 所以那個症狀就會很劇烈 可是你看 女生他是慢慢阻塞 所以有一種類似 他慢慢去代償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哪一天全部阻塞的時候 症狀就跑出來 可是那時候症狀 前面情緒的症狀就會很不明顯 所以那個 那很不明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心臟的跟腦中風一樣 那個是要搶時間的 你一旦拖遠到 你的那個 日後當然很差 我們就有一個 之前就有一個 那個57歲的那個 家庭主婦 他先生事業人成功 60歲就退休了 所以他們一直在家庭過那個 就很 兩個很恩愛 就老公也退休了 然後那個老婆 本來 本來他50歲是有工作的 然後他因為他想說 他老公也要退休 他就跟著就退休了 就兩個就一起在家裡過 然後小孩子也都長大了 他說就是 老婆很會煮飯 所以每天在那邊煮飯 給他老公吃 有天他老公吃完中飯 就在客廳裡面 翹著二郎腿在那邊喝茶 突然聽到 他太太在廚房就 就倒地 倒地他趕快就衝過去 但是他有受過 基本的那個急救訓練 所以他很厲害 他馬上就打119 然後開始 他就叫他太太 他打完119 他可以叫他太太 他自己開始做CPR 就很緊張 然後後來那個救護員 那個人就來了 就把他太太移到救護車上 因為大家救護車上 有的救護車上比較高級的 會有一點AED 馬上一測 心率不整 整個是亂跳 馬上就電擊了 不過不錯 因為那個電擊 大概到第三次的時候 心率就回來了 那太太就他心臟就回來 但是人還是沒有醒 就馬上就送到我們計程室來了 送到我們計程室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心臟血壓其實還好 心臟也正常了 那時候我們一抽血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所以我們後來 就馬上安排心臟管 就把他打通了 但是後來我們 他醒過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問他 他其實前幾天 就常常在說 他說一直覺得自己是太累了 他不覺得這個怎麼樣 他就自己吃普拿疼 他說吃完普拿疼 感覺好像有好一點 就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特別累吧 就是服侍先生吃完飯之後 在那邊洗碗盤 洗洗就突然就昏倒 就打下去了 所以普拿疼只是暫時壓住他 只是暫時 所以我來說女生真的很可怕 所以有一些症狀的時候 年紀又到了的話 還是到醫院去檢查一下 你心血管有沒有問題 就是一個大概中年的女性 大概60歲左右 有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大概清晨六點多起來 去用電腦的時候 突然覺得很不舒服 說不上來哪裡不舒服 就覺得 就趕快叫醒他老公 跟他小朋友 然後跟他說 我全身覺得很怪 很悶很痛 頭也痛 胸口也痛 然後他們就趕快 跟他拍一拍 坐一下 說休息一下 結果還沒有 大概沒有幾秒鐘 誰他人就 然後老公跟小孩 就趕快叫救護車 事實上後來救護車上的EMT 就是那個初步急救的人 就告訴我們他車上 其實就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 結果在急救 就在壓胸電擊 趕快做心電圖 所以那時候第一個懷疑是 所以馬上通知我們心臟科 我們心臟科 就馬上去看了病人之後說 心電圖的確有像 趕快來做心導管 結果我們到心導管 是去了之後 馬上去勾血管一看 血管其實都很漂亮 三條血管其實都沒有 也沒有看到血塊 那就很奇怪 如果不是心臟毛病 什麼原因會突然猝死呢 另外一個懷疑就是腦 所以我們就跟急診醫師 好像說不然我們去 切個電腦斷層 結果一切之後 整個腦部都是血塊 大片的腦出去 對 後來我們就跟他家屬問 然後他才說 其實他媽媽本身就有高血 在家裡兩瓶 平均都170左右 但他自己沒有不舒服 所以他就不會去看 其實這個就是 很典型的一個案例 偏偏我們人的 就是正常的生理虛線 血壓最高的時候 是在大概5 6點 我們講morning search 大概5 6點的時候 血壓是最高的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 剛起來血壓最高的時候 剛好就是一個瞬間 所以導致他腦出去 就倒下去 那因為血管破裂得非常嚴重 所以那個病人 其實在家務病房 觀察不到一天 因為他根本就幾乎 後來呼吸心跳幾乎都沒有 完全是靠機器在撐 所以後來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外科醫師說 這狀況也不可能開 所以其實那一天就離開了 以前標準130 比如說80嘛 到底這個算高還是算標準 其實血壓高的標準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說 其實血壓高的標準 這幾年一直在改變 包含美國的標準 歐洲的標準 台灣自己心臟學會的標準 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可是現在觀眾在看我們節目 到底它要量什麼叫做標準 對啊 原則上來講 以目前 我們先講台灣 台灣的標準來講 台灣目前心臟學會的標準 我們還是定 如果你有些 對 如果說你有一些 特殊的危險因子 譬如說你有發生過 腦中風 有糖尿病的 你可能要稍微 維持在低一點點 大概130 80左右 對 所以你把自己定嚴格一點 就是130跟80 對 如果你都沒有危險因子 就是說你是正常的人 起碼不能超過140 90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uns對,我們訂閱 我們也有約一按讚 把小的內容 按下鈴鐺 我們保密幾次 。我們要做小的東西